這個公式的邏輯,就是如果找零找不到的話 就再去找零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公式 如果再找不到的話,再去找區 所以有點像是,如果這個字找不到,換下一個 如果再找不到,換下一個 以後就可以類似這樣的方式去取得你要的資料 這個方法我覺得倒是蠻可以參考的 因為未來工作上真的會有蠻多資料 它放的位置剛好不是像前面那樣的方式 就是蠻有規則性的 就是放的位置不是都是固定一個位置的話 那我們當然可以有線索 就是前面那個字可能是零,或者里,或者區 而且這個順序也不能顛倒,你不能先找區 因為先找區,它就先找到了,它就不會再往後找了 理論上會先找比較靠右邊的資料先找 再去找它過來的資料,你不能顛倒 顛倒的話應該會發生錯誤 那再來的話,我們剛剛這個其實主要是找開頭的位置 所以開頭的位置你就可以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這個mid裡面去 它就知道說你開頭的位置在哪裡 但是呢,mid還有一個地方我們現在還沒解決 就是到底要取三個字呢,還是要取四個字 如果我輸入三,那像忠孝東路四個字 它就變成忠孝東,沒有路 那如果我給四個字的話呢 那如果我給四個字的話呢 它就變成下門接九 怪怪的,後面多一個數字 那是不是說你想,再一個方法 如果給四個字,那如果尾巴那個是數字把它移掉 那也可以啦 那只是說你要怎麼樣把那個公式寫出來 所以能想出來的公式應該絕對不只一種 只是說哪一個比較簡單 那所以我要解決這個問題 是三或四的話 那我就想到一個方法 什麼方法 就是我乾脆用去減的就好了 怎麼減 就是說,我可以如果我找到那個路接道的位置 林里區的位置之後 那我再去找路接道的位置 比如說我現在找到區這個字有沒有 像這個地址好了 它的區應該是第幾個字 台北市三個嗎 第七個字應該沒錯 所以呢,如果我今天呢 假設知道它這個區 區的位置應該在六嘛 對不對 那接的位置在哪裡 接的位置應該是六、七、八、九 有沒有,第九個位置 所以我把九減掉六的話呢 那得到的就是三嘛 那就剛好三個字 所以類似像這種忠孝東路有沒有 里 找到里的話 這個應該在哪一個 第十個字吧 所以這邊應該是第十個字 忠孝東路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 所以我把它什麼 十四減掉十的話 那應該等於四嘛 OK有沒有 所以呢 如果以這個規則來看 我只要再找到哪個字呢 找到路接到的位置 再把它減掉 林里區的位置 那我不就知道它有幾個字了嗎 OK應該知道我的邏輯吧 所以呢要怎麼做比較簡單 那我想一下 你們剛剛不是有把這個公式寫完對不對 那這個公式 我們後面本來有加上十 那你可以做一件事 就可以很快的得到剛剛那個字數的一個結果 怎麼做 就把這個公式不包含加一複製一下 再取消 然後把它貼到哪裡呢 貼到字數這裡 貼上 然後貼上之後的話呢 因為我要找的並不是林里區 我要找的是路接到對不對 路接到 那所以有個簡單的規則 剛好它的條件也是三個 可能我要找的是 如果有接就幫我找接 如果有到就幫我找到 如果有路的話就找路 那所以呢 有個簡單的方法 你乾脆貼上之後的話 直接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路 然後 然後 接 有沒有 把林里區改成路接到 剛剛好三個 所以 比較不會有什麼問題 好 打勾之後的話呢 其實跟各位講 其實這樣貼上 有沒有 它就會是找到什麼 找到你這個路接到的位置 所以底下都一樣 全部都找到了 那所以接下來呢 我只要把這個公式 把這個 路接到的位置呢 再減掉什麼呢 林里區的位置 所以後面再減號 再把它貼上剛剛的公式 那因為剛剛的公式有等號 所以你把這個等號拿掉 那這樣就有我要的公式 不過很長一串是真的啦 那這個意思是什麼呢 幫我把路接到的位置 找到之後 再減去它的林里區的位置 好 打勾喔 這很長一串喔 可是沒辦法 公式就這樣 好像沒更簡單的方法 打勾 好 三個字有沒有 那向下填滿 有沒有看到 三個 四個 四個 三個 應該都對啦 這個應該南京東路吧 OK 所以呢 以這個方式來看 我覺得應該是 目前想到相對簡單的啊 那當然你說 老師那有沒有別的方法 有 絕對有 只是說呢 有沒有這個簡單 如果有 那你想簡單一點的 不要想複雜的 那最重要的就是把問題解決 不要犯錯 都是好方法 OK 好 那我們已經把 這個 這個兩個欄位 有點像是 它是輔助性的 所以 開始的位置知道了 自助也知道了 那所以這邊的話 我就可以 再把這邊 有點像填進來 這個 就指向它 這個的話就指向它 向下填滿 有沒有 應該就OK啦 這個應該 有沒有 剛剛 本來 給三個字的 它四個字就錯 給四個字的 三個字就錯 那目前的話 應該就是都對了 那只是說啦 底下這邊 你可能也是要把它向下填滿 然後這邊填滿完之後 這應該結果就OK了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又多增加一個 怎麼樣算出 它的字數部分 字數部分 我是先把 剛剛的那個 零里區 有沒有 把它貼過來 改成 路 接 到 有沒有 然後再加那個減號 減掉它原來的零里區 這樣就是它的字數了 OK 最後呢 你就是直接跟它密的結合在一起 這樣就OK了 但是啦 目前我們做的這個過程 分成一個欄位 兩個欄位 三個欄位 這樣好像有點不合理 所以理論上最後應該怎麼樣 把這個公式放到哪裡 放到它的這個位置 這個公式放到它的這個位置 不過 會很複雜 沒辦法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先把那個字數部分先試算算看 就是把那個 原來的路接道 改成 原來的零里區 貼上就改成叫做 路接道 再減掉它原來的那個 零里區 就是它的 總長度